大家好,我是滨海松昌录音部的Whiskey 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特殊货物的接待问题 一般在接待特殊货物时,我们会和客户询问货物的建筑室和工厂地址 有了这些信息,我们可以对特殊货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如果需要更准确的判断,那么需要客户再提供下每件货物的长宽膏 什么包装以及能不能裸等信息 比如有的木箱子是三合板的,或很重,要是罗放的话容易把板子压坏 从而对里面的货物造成损坏 还有,有些货物的尺寸,如果是超长或是太窄的货物 对我们车辆的规划又不一样了 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我们对接的效率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工厂对车型也有要求 比如需要排泄量是国五的车 或者为便于工厂装货对乡车和厂车的要求也不同 最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提送货的时效来判断相对应的传奇 所以大家今后遇到特殊货物接待的时候 信息了解的越全面细致,沟通的有效性就越高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